那我们再翻到下一页 好 第十页就很重要 我说有两个部位是要急救的 一个是头部 比如脑中风 现在要讲的这个部位也是很重要 因为心肌梗塞 更是比中风还要急着抢救时间 因为当心脏跳动一停止的时候 你只要几分钟内没有处理 你就准备报废吧 其实救醒了 可能都知误了 所以它会比中风感觉还要更急迫一点 那我们把背部原始点 大家一起练一下 上背部原始点 背痛 肩胛骨痛 高慌痛 胸椎痛 胸闷痛 肩后痛 小腿肚痛及抽筋 处理方法 按推上背部脊秃旁两侧之原始痛点 参考 其他胸部疾病 如气喘 咳嗽 心肌梗塞 心痛 心悸 乳癌 肺癌 胃痛 胃癌 处理方法 按推上背部及肩胛部原始痛点 属寒性体质者 需用热源 温知 背痛 它后面包括哪里呢 肩胛骨 大家看旁边那个小图 这肩胛骨的部位 那高方这里也有标示出来 还有胸椎 胸椎痛是指后面脊椎痛 但是很多人会把胸椎误以为前面那个胸椎 前面叫胸骨 不一样 那就是代表后面任何的痛 你都要从脊椎解决 那我们在前面也有说过 脊椎又管理哪里呢 管理前面 对不对 所以当然前面对过来就是心脏 所以你胸闷闷的痛 也是属于胸椎管的 肩后痛 肩后就是我们肩周炎 这里是不是讲肩周炎 大陆都讲肩周炎 那台湾最常称这里叫做五十肩 也就是这里也是讲五十肩吗 这里痛是吗 是 那五十肩就是五十岁容易得到肩膀痛 肩腹痛 所以叫做五十肩 那很显然现在大家打电脑 我看二十肩的三十肩的也很多人有 那这个肩部痛 它痛有分前面后面旁边上面不一样的 那如果是属于后面痛的 一定要从胸椎处理 这个是肩部为什么难处理 因为一般人没有辨证的概念 那这里有谈到 等一下我们再讲到肩部 原始点的时候 再彻底把它再重复一次 那最要记得就是 它还管理哪里呢 竟然是小腿肚 小腿肚就是我们小腿后面这一块肌肉 很多人晚上都会抽筋啊 各位有吗 有 我自己也有那个抽筋过 我记得有一次我睡觉的时候 突然间就被小腿一下子紧奔 痛醒了 那痛醒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很怕 因为是在睡觉半夜这样被痛醒 那第二个念头 不对啊 我是医生 我才醒来的时候 突然间想到我是医生 就不怕 那再进一步想 这个不就是我平常在教人家处理的吗 那怎么会找上我来 所以我就很快找到方法 那时候我知道它是由上胸椎 也就是背部引起的 所以我知道不能再爬起来 如果你一爬起来 上面的筋会奔得更紧对不对 你就抽得更严重 所以那时候我在睡觉 就稍微测一个身 然后把前头拿出来 然后顶住我后面的上胸椎旁边的筋 然后就再躺下去 然后放几下 然后按几下 几秒钟内就抽筋就好了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用 那一般小腿肚抽筋 一般临床上大部分是运动选手比较容易 尤其一些像打网球选手 他跑来跑去 结果小腿肚抽筋了 他们会怎么样 吃香蕉 他们说香蕉对抽筋有益 然后还有人怎么样 找副健师 我看就把整只腿包扎起来 然后一直按了按了 我曾经在电视上看过 但我从来没有人看过 小腿肚抽筋从上胸椎 也就是背部按 没有 我没有看过 这 那我为什么会找到上胸椎呢 因为说来也奇怪 因为我一直觉得 应该在腿部就有开关 结果我一路按 按到臀部 竟然也没办法解决 按到腰椎也没有 只按到胸椎就有 而且之后我几年来的临床经验 就是只要小腿肚 你一按胸椎 都会有固定的痛点 一定有 你小腿肚痛 不可能上胸椎没有痛点 不可能 到目前我没有找到一个 那你只要找到那个痛点 你一按小腿肚 立即会改善 比较严重的一次 是一个徐师兄做的 他曾经跟我们分享 就是 举办一个夏令营的时候 他刚好就带一群孩子 那有一个孩子就是 图难间小腿肿脏痛 痛到怎么样 发烧 那不能摸 一摸就 就痛到 痛到哭出来 那大家都 很多人就买了什么 万斤油啊 什么推拿油啊 然后大家 只要一碰 他也不敢推 因为按了 他就马上痛 那只能帮他表皮 擦一擦 那以原始点来看 这个是在 安慰 安慰小孩子 因为是抹在影子上 那显然是没有效 那没有效之后 这个孩子一直痛 然后又发烧 所以无奈的 只好把他送到医院 送进医院之后 吃药 也没有好 那个腿还是硬邦邦 肿在那里 所以一两天后 没有效 只好又办理出院 也检查不出原因 那回到 回来又是痛 刚好那个许师兄 很久 那他一看 这个应该很容易吧 然后他就叫孩子趴着 然后就从上胸追案 然后听说他轻轻一按 孩子就一直哇哇大叫 甚至哭 那很痛 那许师兄就不管他 继续帮他按 那这样按了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 这孩子就站起来 那就 许师兄就去摸他的小腿肚 一摸 整个肿脏的 好像削了风的气球一样 突然间松软 小孩子也不痛 所以在旁边的人看到之后 孜孜称奇 所以从此那个许师兄又有一个外号 叫做什么 许神医 所以 这一套会制造很多神医 其实我说过 如果大家认真学 你们会常常被这一套怎么样 感动 我以前在用岩死点的时候 我在诊所里面 我每次要睡觉之前 回想我今天做了几个奇奇怪怪的病 然后回想完 然后睡觉的时候都会偷笑 会自己喝彩 而且甚至感动 因为在以前当医生好像都没有那种喜悦的感觉 还有觉得医生好像都只能治一些像感冒啊 胃肠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病好像常常束手无策 但有了岩死点 我真的人生也改变很多 所以大家要当神医的话 要把岩死点先学好 那小腿肚 一般 大家了解之后 其实我们这几年来试过很多患者 理事不爽 所以记得抽筋的时候 不要让他抽得太久 抽太久之后会怎么样 组织受损 这时候你按了 他会比较舒服 但是那个肌肉已经受损了 就要几天的修复 大概是这样 那再来我们刚刚念到参考的胸部疾病 其实从气喘开始就有一点强旧的味道 因为很多孩子气喘 你们知道严重的时候都要喷什么 内固醇 喷了他支气管才会扩张 那扩张只是暂时的 只要天气一凉身体变差 他的呼吸道就会再缩紧 就会更气喘 那这样有些时候严重到怎么样 连喷剂都没效 我也遇过 连喷剂都没效 我在诊所 以前还没有原始点 我就遇过 那结果我叫他 父母亲就是温揪 从颈椎这样一路温下来 结果温好了 就有这样的个案 那现在有这一套 更简单了 我记得气喘而过世的 在台湾应该属一个歌星 那个非常有名 叫邓丽君 对不对 大家应该对他的名字不陌生 他是在泰国发生的 也就是泰国气喘发作 结果车子就要送到医院 结果因为塞车就在中途往生了 所以气喘会死人的 不是不会死 大家不要以为不会死 那气喘一发作怎么办 赶快揉胸椎 这个我试过很多 像我在亚特兰大演讲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报名其实不多 但是当我早上中午讲完的时候 晚上要上课 突然间涌进一大堆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大家就call他的朋友 赶快来听 我事后听他们说 因为他们听完之后觉得 以前也请过一些健康讲座 觉得这一次的健康讲座 跟以往不一样 所以他们就把一些朋友招来 就突然间整个 那个就是在会场里面 变得人潮很严重 那空气变得很不好 当我讲完的时候 突然间就有一个跑过来跟我讲 他说有一个已经头阴快昏倒 叫我赶快帮他急救 那我马上过去 就是看一下他的情况 真的脸色也苍白 那就我们教学嘛 都有整机床 就趴在整机床 马上处理 他头阴当然按头部原始点 对不对 我按一半而已 他就跟我讲 不行了 呼吸快停止了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 继续把头部原始点揉完吗 叫他等一下 等我工作完 那等完了 我看他心脏已经停止了 所以当然心脏是最重要 比头部我说还紧急 所以我马上停止 然后继续帮他上胸椎按 按完之后 他马上怎么样呢 呼吸就恢复了 就不再急促了 呼吸顺畅 我说这样可以了吧 他说可以 那我再继续帮他按头部原始点 所以当你在推楼的时候 有些人 胸椎本来就有问题 你即使按手 大力一按 因为他痛 全身筋就会奔紧 那原来胸椎有问题的 他进一步奔紧 就会告诉你 不行了 我快呼吸停止了 我常常遇到 尤其癌末我也遇过 有一次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有一个癌末 全身转移的 我叫他外劳帮他推 但有一天 突然间接到他 很喘促的声音 他说张医师 我快不行了 我外劳帮我按 但是我现在呼吸快停止 怎么办 我电话中只有几句话 我说赶快按上胸椎 脊椎旁的两侧筋 那马上电话就挂完 结果呢 就救回来 就这么简单 他可能按臀部或怎么样 痛了 这个上面筋就奔紧 那赶快就要施救 所以你要看情形 所以心脏 我说是最紧急的 那气喘也是属于肺部 跟心脏 刚好等位的部位 所以气喘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项目 那一般咳嗽 大部分人都会 咳嗽就比较简单 如果你是晚上咳 属寒的 那你就照我们的 脊椎两侧 然后等一下讲肩部 肩内侧再推揉 那再温敷 一般效果都非常好 那至于心痛心剂就简单 心痛 我们如果等一下有患者 我们看看在座各位 如果有患者 我们也可以处理 那心痛对过来 就是从这里处理 这个不难处理 我在大陆 第一次演讲的时候 刚好讲到心脏的时候 果然真的就有一个心脏病发 旁边的人还说 病发的时间太好了 刚好就在讲心脏病 那整个过程有拍摄下来 那就是慢慢由浅而生 他本来也是不能趴着 趴着就痛 那就是由侧面慢慢揉进去 那揉完 他本来说心跳120以上 心快跳出来 按完之后 他就觉得比较舒服 那一般心脏病严重 一般是怎么样 他两眼一定会看不清楚 这是他的一个后遗症 那个患者事后有跟我讲 他也说 进场的时候 被人扶进来的时候 两眼是看不大清楚的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